来看看新闻网 产后的李念再次回到观众视野里 与《甄嬛传》中的果俊王扮演者李东学饰演一对80后的新婚小夫妻 据悉 电视剧《止婚》将镜头锁定在了结婚一周年的夫妻身上 这一阶段的夫妻不仅最容易出现问题 也是离婚频发的危险期 他们的婚姻关系就如同纸张一样薄且脆弱 作为女主角 李念与丈夫林和平也恰好刚刚经历完自己的止婚期 此次以过来人身份出演女一号 连她本人都表示现在自己的状态与剧中人物非常相像 《止婚》里的顾小颖可能跟生活中我现在的个性会比较像 因为我也在不停地变化 我也不清楚说我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又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虽然和剧中人物的性格十分相似 但是李念在婚姻中与另一半相处的方式却截然不同 剧中她因与吕东学的婚姻遭遇了各种问题而不停地产生争执 在现实生活中她和先生从来不把精力浪费在吵架这件事情上 我跟我老公相处我们两个基本上没有吵架 我觉得吵架太累了太伤脑筋了 好像吵架的时候女人的状态也非常的不美 所以我从来不吵架 不仅如此步入婚姻殿堂之后的理念还总结出不少夫妻相处之道 两个人想一起走到最后我觉得应该是沟通 我觉得她会大男人一点的 我觉得我也比较相信她 然后其他生活方面她就像一个小孩子吧 我觉得我是一个大女人 我去处理所有生活中的事情 然后去料理我们的生活 幸运了再见 深圳采访报道